網站上滿滿都是打工資訊 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今年有近九成同學 想趁假期間賺點生活費 但超過半數都擔心 遇到求職陷阱 比較難忘的經驗就是 我有做過一個 就是實行只有95元的工作 然後那時候他是說 我沒有公餐 我都在前面收銀 或是幫忙做飲料 快四十幾個小時 然後老闆還是不想給我薪水 然後我說 我不曉得到底是我做不好 還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 我有點被欺騙的感覺 同學們暑假打工 最常遇到的問題 有工作內容和面試談的不同 其次是雇主亂扣薪水 或簽下不合理的合約 暑期打工當然還是考量 這個薪資跟離家境 以及這個人身安全的部分 那我最終還是要留意說 有一些廣告 可能寫說這種錢多是少 或者說免經驗 就給你這種超過 這個預期的薪資 的話可能是要當心 這種這個打工陷阱 這份調查也指出 同學們期望暑假 每個月可以賺到 兩萬六千元左右 最受歡迎的打工 排名前三分別是 試吃員粉專小編 以及youtuber 專家是建議同學們 選擇打工時 可以先考量 是否能從中獲得職場 食物經驗 再來看薪資制度 是否合理 也要做好時間規劃 才不會膽污可業 大家先往黃一姐 吳博勳台北報導 暑假即將來臨 現在也是